侯友宜黑色坐車離開 這裡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侯友宜下午不公開的行程 根據我們掌握 他就是來這裡拜會 那會不會見到這個主席呢 我們不得而知 見了誰談了什麼還不知道 一行人下午兩點半左右抵達 會談約一個小時 侯友宜走出大門畫面 也因為警方關切不能使用 而這行程似乎也是臨時敲定 原先下午兩點的公開行程 預計要參訪新創產業 但接受完訪問後 只有拍照侯友宜就速速離去 依舊維持一貫態度 對方不公布前一律不談 倒是對於選總統議題 似乎又在前進了點 整趟出訪行程跟媒體玩躲貓貓 甚至傳出換車 避免媒體跟車 侯友宜的坐車在飯店門口等了兩個小時 似乎就是顆煙霧彈 不讓媒體知道他人在哪裡 侯友宜出訪新加坡 低調低調再低調 TVBS新聞你們會收看於新加坡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